火箭少女101的小姐姐们可以火了,杨超越在心动的信号,送一百个女孩回家,等节目,展现了自己高超的综艺感,圈本无数,三位段奥珍的单曲,solo大获好评,夜美四宁,轩衣,美琪等,也受邀参加时钟周,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向大众展现自己的魅力。 9月29日,在有名字明,杨超越等成员,在时钟周,展现自己的风采之际,孟美琪一个人参加了中网公益活动,看她微博PO出的活动图来看,一身运动装着她挥舞网球的样子真的是太帅了,像一个阳光明媚的火力少女,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,意气风发的小少年一眉,美琪真的很适合这种运动风格。 感觉都可以去参演网球少年了,而这样的她,跟在舞台上气场强大,性感妩媚的样子截然不同,但都大有目有。 而且,看了这组图,发现美琪的颜值又升高了,美帝美帝,回想起孟美琪,一路走来了也是真实不易。 在最开始参加《创造101》的时候,孟美琪几乎是查无此人,话题度和人气都不如同对的吴轩仪,而后在首次公演舞台,凭借着一曲撑腰备受关注。 最终经过横层比拼艰难的C位出道,就在她的本次们感叹,终于苦尽甘哀的时候,却没想到付出了孟美琪,吴轩仪,此名的推团风波,而却以短暂的出走,也让美琪将辛苦得爱的C位拱手相让。 Mai在团体风雨调摇之际,作为队长仅仅支撑着,第三名的杨超越一越成为C位,享受了最大的曝光度和最多的资源,如今算是团体内最出圈的选手,而重新回归的孟美琪,在活动级单曲宣传封面中,面临着失去C位的尴尬局面,让粉丝们心疼不已。 好在,在最新的单曲《月亮警察》中,孟美琪演唱的分量也挺多,拿回了属于C位的荣耀,在最新的中网公益活动中,也被赞观在里一半,有天赋且学习能力强,资源也在一步步变好中,按照火箭少女邀零家目前的发展趋势及额场的强大资源。 只要公司不作妖,相信美琪这么努力,颜值计实力,艰巨的孩子终会红红火火的,你们看好她吗?